这次的日本能登半岛的后续报道关怀 我们非常感恩大家电视台跟天下杂志来进行了合作 把焦点就放在这个环境永续的一个面向 来持续做关心 那在今天来到我们的录音现场的 就是天下杂志天下永续会 这次关于日本能登半岛的采访记录的总主笔的记者 黄嘉惠 嘉惠好 嘉玲好 我记得嘉惠这次是5月7号到11号来到了日本能登 原来才知道你自己一个人直升前往 非常非常的勇敢 他其实5月份到日本灾区 其实还是看得到他们非常的百费待举的状况 是几乎走到哪里 然后车子开到哪里 基本上路很多都是断裂的 然后屋子倒塌真的是到哪里都看得到 这样子非常的严重 是 那持续的正在关怀呢 到6月底才结束了第三题次建武经的一个发放工作 那在这一次呢 嘉惠呢不仅是资深前往了灾区做记录 其实他也关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我们待会要请他来聊 不过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7月10号这一起天下杂志出刊的日本能登半岛 主笔的记者就是嘉惠 那嘉惠也跟大家来分享 你这一次来到了日本能登 你看到的有哪一些的地方 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况 以及呢你观察的一个重点摆在哪里 这一次来到能登 那主要还是说就是跟着慈继的志工伙伴们 那一起看他们怎么关怀这些灾民 然后怎么帮助他们这样 那但这次有个比较不一样的部分 是说慈继这次要把一个台湾的小农重炭 引进能登半岛 那去帮助他们的农业做一个复兴 那也做一个加指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正在心模式 我就是这次就跟着这几个伙伴之工 然后看他们怎么做 刚刚嘉惠讲到一个加值 加值这两个字 我们来看看就是在日本能登这个地方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地貌地景 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农业遗产 就是所谓的白米千枚田 为什么叫做白米千枚田呢 这个其实是因为这边的 很像我们认知当中在台湾有看过这个梯田 它有1004枚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是 白米千枚田它是这样子 就是能登半岛它本身其实是平原很少 那山很多所以它们连水稻都是种在山上 那白米千枚田它本身就是水 因为水稻它是需要平面的 它是不是就是梯田 它其实也 它是梯田没错 但是它就是一小块一小块 听说那个白米千枚田 这个白米千枚田1004 他们有经过计算 然后他说它那个土地的一块一块的 其实是没有办法用大型的这个农业机器进去 是 它的水稻不是像台湾一样种在平原 它是种在山坡地 那其实它是用类似梯田的方式种植 那它的每一块田其实大小 面积大小都不大 那最小的听说是只有跟A4纸张一样大的这个田 这么这样一张就是一个田 对对对 那其实就是非常的 因为它的面积不大 所以基本上它也不能用机器去做一些种植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农作的一些耕种的方式 所以它都是用人工的 那因为它这种遵循古法的耕种方式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业遗产这样子 说到农业遗产就要想到这边的里山里海 刚刚就说这个是整个的海岸线 它包括了就是山跟海其实是连在一块的居住的一个概念 里山里海也是他们当地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对其实简单来说 对其实简单来说里山里海就是当地他们去延续古老的一种生活方式 去保持人的生活跟大自然之间是和谐共存 让它能够永续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他们称之为山里海 所以在那边的生活 因为这次的地震 不管是这个大规模的一个土地的一个移动 或者是呢这个土地隆起 房子倒塌 其实对于他们的农田受损 他们的这种耕种方式原本就已经很难 就是必须用人力去做一个耕耘 那现在在经过7.6 这么规模大的一个地震的影响之下 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 您去看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稍微做了哪些的附建工作吗 他们是有做附建的工作没有错 但其实以百米千梅田来说 它本来有1004块 那据我们之前就是跟着慈济拜访的当地的农民 那他们有提到说 其实大概有八成以上的田 其实因为田坏了 然后水路也断了 剩下能耕种的田地大概 我记得好像剩100多块吧 大概是这样 哇 十分之一 只剩下十分之一 是可以再继续来耕种的 所以在那边看到他们的小农的状况 基本上他们现在怎么样去重整他们的一个心情 你所接触到的几位小农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就是在剩下完好的田地 那他们去持续去耕种 那剩下的部分当然就是可能是政府啦 或者是他们自己去慢慢的去复原 但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有把握说 明年到底会不会真的就是复原了这样子 他们其实也是蛮担忧的 你在采访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几位小农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当时我跟着阿贵师兄去到当幕这个地方 那有一位农民他叫做修田盛豪 那他其实他 他其实一直在推他们的当幕的米这样 然后甚至发起一个品牌就叫当幕的米 对那他是希望说 他觉得那个地方的米非常的好吃 那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当幕的米这样子的好米 对那他就持续在种植 那只是他有提到 因为他们一样也是在山坡里面种田 那其实那个地理环境啊 就是条件应该说种植的收成量不会太好 但是要种植的时间却比别人长这样子 那导致说其实年轻人也不太愿意再继续耕种 因为毕竟收获量不高 赚的钱也不多 那其实年轻人都离开只剩下比较年纪 年长的一些农民 他说年纪大概在七八十岁左右的平均这样子 对那他说因为这是地震 那他们那边也是农田毁坏水路毁坏 所以基本上农作量也是减掉三四成 对那他就很担心说这些老农民 他们会不会也想放弃 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说 弃农的状况就会出现 那他其实蛮难过的 那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我记得他就有点流泪这样子 休庭甚好 那这位先生他大概是几岁啊 我记得应该是七十几左右 对 所以他是人生当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强烈地震 对 所以他其实蛮担忧的 那这一次在谈这种合作的方式是 比如说阿贵师兄他们到当地去 就是带着你去拜访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有小农仲态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吗 这段我觉得非常有趣 其实他们其实不懂什么叫小农仲态 那甚至是说阿贵 阿贵师兄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跟他们解释说 到底 小农仲态 例如说我们里面提到的碳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甚至还没有解释到这一步 只是告诉他们 到底 这个阶段其实还在讲台湾的种田的方式 到底我们有 我们台湾有轮根这件事情 对轮根 应该说以南灯那个地方 那因为他们的冬季比较长 他们的耕耕的程序跟台湾不太一样 对所以他们其实这个部分他们都还只是在讨论说 台湾的轮根是怎么做的 然后有种植到什么 甚至还探权的部分只是稍微解释到说 有减碳这件事情 对那细节甚至是还没有讲到那么细 所以在解释上费了一番功夫 非常大的力气 对就是阿贵师兄还有把台湾的这个专家方简先生也一起带去 那两个人轮流去做这个解释 对那农民就是一直都还在停留在 那台湾的轮根到底上面种的是什么作物啊 大概是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是一辈子每一年就种一次稻米 我记得好像是一次 对 哇所以他们很细心呵护他们自己的农田 是 那我知道的就是 是因为这个地震之后 他们的那个水脉断掉了 所以整个的这个梯田是由水这样往下灌溉的一个概念嘛 现在那个水不见了 所以他们要重新的再去拔土地的这个水卖啊 或甚至是说这个土地的一个资源 怎么样去重新让他再复耕 要费很大的一个心力 那刚刚听到小农重炭呢 我觉得不仅是这个日本当地 我们能登半岛的这边的农夫们 大家不太能理解 那究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在我们台湾的状况是如何 我先解释一下小农重炭这个部分 就其实因为现在就是地球升温很高嘛 那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二氧化碳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想说要怎么去减碳 那大家要想到的是说 其实有三种自然减碳的方式 那一种是蓝碳 一种是绿碳 一种是黄碳 那蓝碳大概就是把二氧化碳抓下来 然后存在海洋里面 那绿碳的部分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抓下来 存在森林里 那第三种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抓下来 那存在土壤里面 那目的都是要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 对 那我们今天的小农重炭 它其实它的目标就是 我们透过这些农作物 然后去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去抓下来 然后存在土壤里面这样子 小农重炭是由天地和气董事长方简发起的 那它的目标是 透过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捉下来 变成有机碳放到 存在土壤中 那变成有机质 那这样的好处是 第一个你可以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 第二个有机质增加 有机碳存到土壤中 它其实就是有机质的很大一部分 那这样的话对土壤本身的营养也是有帮助的 那对农作物的收成当然也就会有帮助 对所以 这个小农重炭它一来可以就是 例如说农民可以透过你捕捉这些碳 然后经过认证以后变成碳权 那碳权它本身就有一个价值存在 那第二个土壤变得肥沃 那它们的收成可能也会有帮助 对那在接下来因为 小农重炭它本身是有去申请一个国际的认证标准 叫Gold Standard 我讲中文它叫黄金标准 对所以它除了有探权认证 它也会去对齐SDGS SDGS 它是联合国发展 永续发展目标的一些项目这样子 对那这样子的话农作物本身它有这个SDGS的这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本身也会是一个农作物的就是附加价值 对 您刚刚谈到好专业的一个面向 那怎么样把这个空气中的这个碳抓到土地来 这个是属于农业里面就是农夫要重新去学习的一种耕种的方法吗 是方先生他讲的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太复杂了 例如说其实刚刚讲 例如说你少翻土地 你少去拨动那个土地 其实碳本身就比较不会释放到空气中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以前耕种要翻土勒残 他们要去把那个土把它翻过来 是要增进它的营养 反而现在就是说如果可以减少的话 对因为这部分可能房先生比较专业 他会知道说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少翻动 但是也是或者是你在上面种植一些什么 其实就可以减少你翻动的这些程序这样子 哇所以是耕种方式对于农夫来说 他们要重新的去学习 那这些方法有可能是跟他原本所学习到的 就是可能阿公阿祖爸爸们教下来的这种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对但是所以其实当时房先生 跟阿贵师兄就很努力的在跟他们解释台湾的耕种 到底跟日本的耕种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这边小农仲探到底是怎么做这样子 对而且这一次比如说六月份我们在录音的同时 是七月初了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到现在阿贵师兄还在日本当地 跟乡亲们努力沟通小农仲探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其实他就是为了一个环境永续 那刚刚你又提到了在当地其实也老农 老化的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了 其实这是世界上比如说在台湾也是乡村的地方 农地呢大部分的老人家已经种就没体力种植 也是同样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我觉得房先生他在台湾推起这个小农仲探 我想他的想法其实是跟阿贵师兄很像 对对对 谈谈这两位好了 因为刚刚我们一直讲到了阿贵师兄 阿贵师兄他现在也算是一个小农的身份 他自己在花莲呢也有一块的土地在做耕耘 那这样子的一个耕种方式里头呢 也带给了他自己去做小农仲探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他也是认证了 这个刚刚有说到这个黄金认证的一个标准 对还有呢就是他也是持续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理念 也是为了疼惜大地 让这个永续发展可以能够更加的深耕到日本当地 把自己的经验做一个交换像朋友一样 那我刚刚说到我觉得这两位啊 他们对于这样子一个方式要尝试这么多的努力 会不会在我们的眼中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点 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沟通的过程本身就很有趣 你怎么看这两位的努力 因为其实我跟方浅方大哥其实认识蛮久了 那他一开始做小农仲探的时候 我就已经采访过他这样 然后我就我其实觉得他也蛮辛苦 因为他并不是农民出身 但是他为了要让这些小农就是加入这个转案这样 那他也是一个一个农民这样拜访 那他也是 那因为这个小农仲探本身 你还要去检测土壤中的这个有机碳到底有没有增加 所以他还要去找这些学术单位啦 或是跟农作相关的检测单位 检测单位 对 我就是觉得 我已经觉得他很 很怎么讲 很了不起了 愿意去这样做 太有热忱了 对那我觉得阿贵师兄更 我其实蛮敬佩的 对因为我就想说 方简 方大哥他是在台湾 那至少语言上没有问题 对那交通上 你说台北好了 搭个车到花莲了不起三四个小时这样子 阿贵师兄他是要把这件事情带去日本 那第一个交通是问题 第二个人生地不熟 第三个语言又隔阂 那如果说方简大哥他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就是号召了三百位农民 好有初步的一些小成绩出来 那阿贵师兄他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对那我对他的就是勇气 勇气跟毅力其实是蛮敬佩的 对 对我觉得阿贵师兄是真的非常的具足 这个我们在禁思语里面讲到这个信心毅力跟勇气 我非常的有勇气 那其实这一次你到日本去啊 从头到尾都跟慈激人相处 你应该是难得跟慈激人相处这么久 是没错 真的是就是这五天大概每天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你刚刚说你一下飞机根本就没有让你休息 比照我们这个慈激师兄时节赈灾模式给你一颗饭团 两颗饭团 两颗饭团 那就开始工作了 对就是我基本上一上车以后我们就开始往灾区去 对就 我是从小松机场下 对 那我们就直接往南登的那个灾区就是山上就开始了 对对对 要多久时间 从机场到山上去 两三个小时吧 哇 对一路 因为那个地就是一路的道路基本上都是正列的 所以就是车子一路弹跳进山区这样子 对 非常的 对 而且最特别的是还是阿贵师兄自己开车 对我以为他在日本住很久了 所以我想说这个又驾开得这么好 然后发现不是他其实也是因为这次能灯地震 然后才开始在这边开车 对 已经开得非常的像是当地人的感觉 对他已经连续去了好几趟 对 其实慈禧日本的这一群志工群 再加上台湾的这一群的志工 做一个后盾跟支援 一起为日本当地呢 不仅是从311 13年前的311地震 一直到现在的南登半岛的地震 都持续这样的一个关怀 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很小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刚开始煮热时 那像也跟您一起在这一次您采访行当中 也有做陪同的立香事件 就是执行长 大家都是家庭主妇 可能也不是专业的一个厨师 可是呢就可以这样煮热时 一直到现在 所谓的剑舞精的一个发放 持续在进行当中 然后还要后续推动这种 慈禧国际正在的一个新的模式 你从这些的小小人物 不仅是语言要一个适应以外 还有就是当地的风土民情 更是有当地日本 尤其他们非常注重礼貌 很注意理解 你这几天的一个观察 其实我们这几天就是住在一个灾民男女士的家 那这个灾民男女士 他之所以会把他的住处 就是让给慈禧的这些志工满住 那主要是因为之前慈禧有发放热食的时候 那这个男女士他是一个受惠的对象 那他也很愿意把这个房子 就是借给七八个慈禧的伙伴们一起住 那结果就是慈禧伙伴他们生活是非常纪律的 这样子就是每天可能自己跟着男女士可能一起煮饭 然后非常重视规矩 例如说东西该怎么放 然后不能造成男女士的哪一些困扰 其实我觉得实际在这方面 世界的志工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蛮礼貌的这样子 就跟他一起生活 虽然是借助他的地方 但是不想要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作息 然后能帮忙的尽量帮 是 男女美 男女士她本身也是受在相亲 就是因为在煮热食的过程当中在医院认识 然后结下了这份的一个好缘 你自己会觉得这种是一种人情味吗 还是怎么去形容 因为可能在你的采访的工作里面 比较少接触到这种针对人物的一个访问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我当记者蛮久了 那我例如说报道产业 那现在是在推广企业的ESG这一块 那可能讲的会比较多的 例如说经营策略或是企业推ESG的策略 的确那这种就是人的部分 至少我就没有五天的时间 每天跟这样慈激的人这样一起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心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受到照顾的感动 我不知道分享这个适不适合 我觉得这样跟着慈激的人 这样一起每天吃饭团 每天一起吃香鸡饭 我觉得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然后看着慈激的这些志工 例如说小农中摊这件事情 甚至是说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要花多少时间 那才能就是让也许十位 也许一百位小农加入这个专案 那但是我一直记得阿贵师兄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我觉得有可能会失败 但我相信这件事情只要一直努力做下去 一定会成功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精神 就是他不计代价 他只是想我就是想要做好一件事情 对我想做好一件事情 我就是做就对了 那我觉得非常的 跟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设计一个规划 一个目标一个KPI不太一样 所以跟您相对的在 您现在是天下永续会的 主要的一些记者的采访报道 活动的办理 那专案当中您承担了很多 这个规划的一个工作 跟你所接触到这个企业界啊 产业面啊 都是这个一呼百怒 就是大老板一说 就可能这件事情在企业界就可以来推动 但是像阿贵师兄这样子 或者是慈激志工这样 是一份一份的热食来煮 或是一个一个的去解释什么叫做小农重态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有一种于公以善的精神 对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但我不好意思这样讲 但你会不会觉得他们有一点 很可爱 很可爱 我觉得是很可爱的一个心 我觉得有时候做这些事情就是需要这种 就我刚才说的不计代价的去努力 那就是我觉得自助添助吧 就是当你愿意努力的时候 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力量或人 来帮助你完成这个目标这样子 所以没有跟阿贵师兄经验交流一下 以我个人曾经办过活动有哪一些的一些方法 会比较立竿见影 因为其实我们天下 我们一直都在推行就是企业去减碳 那因为其实就是之前有一个巴黎协定 然后是希望大家可以做到 就是在世纪末达到就是升温比较超过1.5度C目标 那我们天下就一直就是推导是说 提倡企业去响应一个叫做SBTI 就是科学基础减量目标的倡议 那它其实是一个有很明确的一个减碳的目标 例如说每年要减4.2%的碳 对我们有很明确的KPI 对但是我觉得这东西 我觉得这不是阿贵的考量范围 我不可能跟 不可能去叫阿贵说你要设一个目标 你每年要增加就是4.2%的这个 这个小农这样子 对我觉得 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就是嗯 没有KPI 但是他还是可以用他的方式 我相信一定还是可以达到 那当然 因为我觉得减碳这件事情有非常急的急迫性 所以是每个 每年减碳4.2% 我觉得这是必须做到的 对 其实从你刚刚这样讲 我突然发现到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你所影响到的 甚至是说你把企业界带动响应的 把它书写出来 那阿贵师兄他做到的就是 他用他个人的经验 他有的知识 来跟当地的一个农民做互动 那每一个人都在减碳这个环口里面 尽自己的这份的能力 虽然大家影响的可大可小 可是他就是一个开始 愿意做就是一个开始 对 愿意做就是一个开始 对 那这一次呢 在7月10号天下杂志初刊的 嘉惠写的报道 我们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 其实观众朋友们应该已经看到 我们的天下杂志这一期 由黄嘉惠嘉惠呢 帮我们所书写他这一次到日本能登半岛 所记录到的他的观察的一个面向 尤其着重的就是在小农重炭的 这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面向 你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或者是印象 以天下来说我们会期待就是企业去投入 也只继续做社会关怀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只要从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去对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像阿贵他 阿贵师兄他想要做 做这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那他就去做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 只要每一个人都愿意有这样的精神 然后从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去做一份努力 那我想应该对社会会更好 对这是我们天下也很期望发生的事情 对这样子 你是一个很好企业代言人 帮天下杂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解 那你自己个人本身呢 经过这一次应该很 这应该算是你头一次去灾区吧 对这是我第一次去灾区 就其实在这个灾区的过程 其实也会在想说 我自己 哦 刺激的人这样做事情 这样的努力的帮助这些灾民 那其实也会回想说 那回顾我自己的生活圈 我们还能多做一些什么这样子 对 我想就是在我的职业上还能做什么 对我会是从这个角度去想这样子 对所以对嘉辉来说 也是开始有一个不同的人生的一个触角 跟一个想法的开始跟启动 是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非常谢谢我们天下杂志 天下永续会的家会 然后黄嘉辉呢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嘉辉 谢谢嘉玲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